关于养老 大家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一定要好好做 用心做 因为这个行业 刚才那个 因为日本的领导 说中国未来可能 红的特别红 我一旦讲 中国是很多 中国的养老压力是很大 但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能解决我们自己的养老问题 好不好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能力解决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5000年传承下来的 这个传统文明 我们不能丢 就是孝壮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 那么恩来总理 讲了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鞠躬尽瘁 死而住你 说实话 我选择做养老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我也希望 在座的各位同仁 我们把这个行业 既然做了 爱他 用心的去爱他 用心的去做好他 那么如果有一天 即使人家我们不在了 那么我们因为做了养老了 做了这个行业了 那么至少一点 我们慰心无愧 我们也能懂 韩瘟主权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许总 充满了正能量 充满了激情的许总 再次掌声 感谢 感谢您 正好 就是新闻的 我做广告 明天下午呢 我们大辈子 会专门 做